请访问人 舒东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我们上场 前不久 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 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 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 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同人士 26年前 妈妈带着当时只有七八个月大的儿子江江 回老家去探亲 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 有一天啊 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 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 再回来 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 26年来 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 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来 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 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 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 副主任孟庆田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联系一下前方的记者 我们来看一看贵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各位网友 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 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现场将近有一百位的警察 跟我们一起见证 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 让我们一起期待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七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 爸爸呢 是叫龙超杨 妈妈是叫谢义莲 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 龙爸爸今年呢 是66岁 然后妈妈呢 今年是56岁 他们是靠近这一家中药铺来生活 其实年纪也大了 很不容易 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 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龙超杨 他是我们这一对平均库 160年里平均库 他现在已经搬到同仁区 因为是什么时候会到同仁区找他 我叫龙超杨 今年66岁 我是来找我的小孩 能在家呢 93年就是那个 在汉台湖铺过个圈银银银银 他把小孩也带去了 90年的2月间嘛 他就坐车啊 走湖南要来这里 上火车 一直就上出了一台火车 这坏花 就上到长队就拿来拿去去了 对湖南这长队去律师 他就吃饭了明媚有光 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他 老婆就打了神经病了嘛 这个是我弟弟掉了一年的时候 我妈妈吃的 我妈妈你为什么吃这么小 我们穿不得 他说给我弟弟 他小弟农策浆 他吃的 他就有时候会很生气的 放在那里 他说他不可能会回来了 我真心地希望你能看到 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我们都是都想看看你 哪怕哪怕一次见面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你看亲人之间真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 他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 你看姐姐最后说的什么 他不求找到弟弟 弟弟来帮他做什么 父母也没有说过一句 我们要我们的孩子 回来给我们养老之类的话 就是要我知道我儿子在哪 我知道他还过得好不好 孩子丢了之后 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 努力地挣钱去找孩子 回来我知道这个行李告诉我 我就赶快又去找 找过中情找过了 包括腐败啊 上帝啊 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 我们晚上回去 因为现在也不敢弄 弄了就没有车回去 一晚上就在那个小撇撇的 那个上海洞里面 所以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净 进来的时候 都想到他 我去找的人 我去来的人 今天我去找 一定会找到嘛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 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 人海茫茫 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 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 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 他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寻找孩子 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 就承包了大煤洞的火 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浇火 瘦小的爸爸 自己拿着五十多斤的电钻 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 一钻就是四五个小时 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 这个工作不仅辛苦 更十分的危险 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 爸爸不小心被掉入的石头 砸到了后背 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 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 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 能够再去找儿子 但是就在江江丢失后的第九年 也就是2004年 厄运再次降临在了这个家庭的头上 他们的女儿被诊断出了百血病 那些年 家里所有的钱都用来寻找江江了 已经没有任何的积蓄了 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的心头肉啊 为了给女儿治病 爸爸不光卖了家里唯一的房子 更是东拼西操借了二十多万元 带着女儿赶到重庆贵州各大医院去求医 这才把女儿的命给救了回来 然而接连不断的打击 让这个家彻底陷入了贫困 这是农财我们执行所拒绝的地方 他们家执行是我们这个村最平均的一份 为了他们家的事情 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 我们都在建点帮忙 都在为他们家庭派的家园 知道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是只从上门帮他们放吧 而且在这个地方方面 我们已经帮了一帝班人学同志了 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社会斗地 这个意乐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二次报销 在各方面我们都在顶顶接着 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 都让他们不带上保护 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平道路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 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 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 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 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 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是的 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对对对 在这说的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专案 我们是贵州同仁的警官 一直都在跟 一直到2020年经过了将近快27年 警方在了解他的家庭非常贫困 特意跟相关的公益组织申请了3万块钱 来帮助这个家庭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 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 他没有线索 特别简单 比血比重的 DNA比对上的 2019年 然后就跟广东月秀的一个小伙子 一下子就比重了 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 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 来看一下 然后可能孩子们就这样 我不想买她衣服去 爸爸真高兴啊 对终于看到了爸爸的脸上有笑容 有人说人海茫茫怎么能找到不是现在的科学技术 根本就找不到 说的太对了 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你想自己出去找吗 这世界这么大 你怎么去找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过了二三十年 你可能和你的孩子擦肩而过 都未必会认得出彼此 对 将将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年 19年这样子才去采到血 是的 采写这个经过呢 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合的 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采写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爸妈我想你们了 这二十几年找了我们很辛苦 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 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我现在做风厨 砍鸡呀 这些我什么都会做 我都想知道 父母是乐过得好不好 从小有一个梦想 就想拥有各个姐姐 有关爱 疼爱 欢心 呵护 还有陪伴 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 我想把亲自父母告诉我 关于我的小事情 我那时候没有记忆 我记得不太清楚 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 我想这一点也是 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对 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 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 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洒酒疯 还会让孩子跪下不许吃饭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 自己的身世的 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 就发生冲突了 说你这个孩子 你也不是我亲生的 你给我滚出去 对 我养你这么多年 把钱还给我 他突然就像 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 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 原来我有爱我的人 也许他们在等着我 你这样的话 他一下子就找家的 那个愿望 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对 经过采血复合 爸爸妈妈终于比重了 丢失多年的江江 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 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大都 得知结果后 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 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这个是他的大哥 很开心 刚才来的 他是从我们 在等着一个列车上来的 爸爸妈妈和孩子 越来越近了 是的 但是今天呢 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 没有能来到现场 但是爸爸 哥哥 姐姐 都来了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 妈妈也在家 等待着他们 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 贵州那边 看看爸爸 目前啊 在做些什么 来 我们看看 叔叔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儿子已经找到的好消息 我昨天晚上 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 把体力高进 嗯 嗯 那昨天晚上还是 睡了一个好觉 二十多年了 睡不着觉 昨天晚上听到了 我回家高进 嗯 所以好消息 今天早上还没天亮 我就起来了 想来迎接他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 龙泽江回家 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嗯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 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买了个项链 嗯 项链 就是 比老师啊 以后 啊 见面以后 就把他 哎 送去的样子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 我们也准备好了 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我也在这边 对 趁心急 赶快接到会一样 对 来我们看一下 见面的现场 美国拐卖案件的背后 大多是一个被撕裂 获税的家庭 当作这些家庭圆梦 是公安机关 只有旁贷 义无用词的责任 不论时间多么漫长 不论过程多么曲折 不论道路多么艰辛 只要有1%的希望 就义无反顾的 做出100%的努力 经符合其结果为 在排除同卵多胞胎 和近亲的前提下 支持朱海林 与龙超阳谢玉莲 符合亲生关系 特此通知 再见到江江前 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 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我希望跟他说回家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 谢谢你们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 弟弟就在这个地方 来 装过来 弟弟就在这儿 然后你们现在大声地 喊江江的名字 江江就出来了 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龙超侠回来吧 我们等着你回家了 姐姐 你咋人回来 跟我们回家去吗 龙超侠回来吧 我们等着你回家了 姐姐 你咋人回来 跟我们回家去吗 爸爸 爸爸看 爸爸看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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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江江 那个是江江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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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 是 刚才看爸爸 连瞬间都没敢相信 他没敢往前走 对 他一直站在后面 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有想说 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 但是在感动之余呢 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 被拐家庭 让他们早日团圆 爸爸给你买了一件 新的衣服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 来给你买的 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 跟自己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这个手型啊 就是我们一家团聚啊 我们一家的 是一家人了 九千多个日夜的思念 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外卖 不只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 更是带给了他们 长达二十六年的痛苦与磨难 如今 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 家人的身边 以后 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 能够拟成一团 也好 你